好 晚报封面故事 我们来看这个可以说是大家的共同的痛苦话题 就是薪水部长 物价长 上班族活得越来越吃力了 根据银行的这个人力银行的调查 有六成上班族呢 宁愿离乡背景到国外去打工赚钱 新闻中我们访问了这位到澳洲打工的这个民众呢 他到澳洲短短十个月 扣掉日常生活开销 他赚进了人生第一桶金存到了107万 不过他也提醒 虽然澳洲的时薪是台湾的六倍 但是做的都是劳动的工作 也就是说根本是去当台劳的 还有年龄限制必须18到31岁 也就是说你到澳洲赚钱得够年轻才行 今天的晚报封面故事 到澳洲高空跳伞实在好开心 不过曾先生何不是到这里旅游 而是到澳洲大工去 开心的在披萨店里和同事们合宁 拿菜拍照也是种乐趣 在澳洲打工兼游学加上时薪高 都是曾先生当初选择到国外打工的原因之一 澳洲打工赚很大 台湾时薪80到100元 澳洲时薪可是高达600元 相差于六倍 不过澳洲打工有限制 年龄为18到31岁 而且多为劳动性工作 不到一年就存了上百万 实在很吸引人 像他一样想出国当台劳赚钱的人 其实不少 根据原力银行调查 61.9%台湾劳工愿意出国当台劳 薪水部长物价长 让台湾人宁远离乡被锦当台劳去 虽然做的都是当地人不想做的 剪羊毛铺床等等基本工作 但向前看的利诱之下 恐怕台劳输出的时代即将来临 这些台北送口不懂